记者陈贤一台东报道,关山国小客家隔摇板新早在台北火车站快山演出博德满堂彩,下午返乡相亲欢喜迎接小朋友重现精彩,关山国小十月获得东区客家一文竞赛中年级组特优第一,昨天出赛全国获得第四名,有些孩子求好心切难掩失望家长安慰在人生道路非逝世都能如意拿到第一, 认真投入与积极态度才是唯一无可取代,嘹亮的歌声,轻快的舞步,敬艳了所有台北火车站的后车旅客,关山相亲透过脸书分享同感荣耀,同行家长更是感动,惊讶这孩子们真的长大了,结束了台北火车站的快山演出,小朋友下午搭火车回到关山,原汁原位在火车站大厅展演,后车阿公阿妈乐开怀, 纷纷送上半首里鼓励,生动神情营的热烈回响,不农足己的少李笑得合不拢嘴的说,在火车站表演的感觉真的好特别,大力赞助演出的关山正明周福安说,学校从五月份寻找有意愿的同学参与社团模式操作,指导老师陈新芳,蓝彩凤,主任汤惠美和校长 无要人的陪伴及家长的全力支持,期间或许因为有挫折想打退坛鼓,但靠小朋友间互相鼓励及大人的加油,才能一路挺进到全国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